抗日战争结束后 蒋介石忙着下山斋讨 他下令 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原地待命 清华日军只能向国民党投降 蒋介石知道 共产党的军队不会听其命令 但国民党军又全部蜷缩在西南边陲 广大的华北华中地区 根本不见他们的身影 于是蒋介石想了个歪点子 让他们自己的盟友 美国帮助自己去激管国民党军 一时无暇顾及的地区 美国欣然同意 打着盟军的旗号闯进我国海域 企图登陆烟台 激管烟台 面对美国的突然闯入 中国共产党随即与美军开闪的一场 针锋相对距离力争的军事外交斗争 八路军战士将大炮安置在岸边 炮口直接对准美军舰艇 我军的强硬态度 令美国人不得不在烟台低下头 今天历史求知所就来带大家一起了解 抗日战争结束后 美军意图激管烟台 我军与之展开的斗争 新来的朋友可以先点个关注 既方便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时 蒋介石下山斋逃的心情十分迫切 1945年7月26日 美 英 中 三国发表波瓷坦公告 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日本军国政府不予理会 妄图拉上亿万日本军民的性命 余之陪葬 8月6日 9日 美国相继在日本广岛 长期投放了两颗原子弹 而苏联也正式对日宣战 面对如此绝境 日本高层彻底慌了 他们害怕战败 但更害怕死亡 于是在各方压力下 日本高层答应了美国的条件 宣布无条件投降 事后 美国以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对于日本战犯 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其原因 正是双方达成的利益的交换 蒋介石放过清华日军 那些最大恶极的战犯 所换来的 则是清华日军 只能向蒋介石政府 及其军队投降的承诺 8月9日 毛主席发表声明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八路军 新四军 及其他人民军队 向着日寇发起了 最后的猛烈攻势 从8月10日24时 至11日下午6时 阳安总部 以朱老总的名义 向各解放军 所有武装部队 连罚七道命令 随着一道道冲锋令的发布 各解放区部队 以排山倒海之势 向赋予顽抗的日伪军 发起了全面反攻 而蒋介石却慌了神 他于11日连罚三道命令 要求国民党部队 加紧作战 积极推进 勿烧松懈 伪军负责维持 地方治安 保护人民 共产党部队 原地住房待命 勿再擅自行动 同时 美国总统杜鲁门 也发出了关于 日军投降的第一号命令 他要求 所有在中国的 日本陆海空军 只能向国民党政府 及其军队投降 不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 武装力量缴械 至于这样做的好处 就是战争结束以后 针对新华日军的审判 会对其法外开恩 譬如臭名昭著的 岗村宁寺 就不仅没有得到惩罚 反而摇身一变 成为了蒋介石的座上宾 1945年8月24日 经过八路军 七天七夜的激战 沦陷近八年的烟台 被八路军收复 成为当时 八路军解放最早 最大的沿海港口城市 而为了帮助美国的盟友 蒋介石抢占师弟 8月29日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 尼米兹宣布 美军将在中国沿海的 青岛烟台等地登陆 9月11日 美军第七舰队 在青岛登陆之后 又妄图在烟台登陆 此时 北方的几个重要港口城市 如天津 青岛 秦皇岛等 均在美军登陆后 变成了国民党统治区 而烟台是解放区最大的沿海港口城市 是华东 连接东北 华北的沿海枢纽 美国海军总部谍报处在对烟台军事情况调查中写道 烟台之主要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巡逻舰基地 一个供应基地 一个海上下击基地 同时也可能适用为大连及天津做水陆两溪战的驿站 美国海军帮助蒋介石占领青岛之后 便开始在青岛驻军 而时任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兼山东挺进军总司令的李延年 还为美军进驻青岛辩解 青岛是华北的一个重要港口 万一有失 对国家的前途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在中央军到来之前 特请美军来清待我们维持治安 此后美军便顺利成章地将青岛视为其重要的海军基地 国民党高层卖国的可耻面目可见一斑 如果烟台被美军占领 那么必须将重蹈青岛的覆辙 巴鲁军解放烟台的消息 让蒋介石坐立不安 于是他致电美国太平洋舰队尼米兹 希望他能派遣一个舰队 前去登陆烟台 以便将烟台夺回来 1945年9月29日 尼米兹受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塞特尔少将 率领五艘先前军舰来到烟台附近海域 刚刚获得解放的烟台人民 随即迎来了新的挑战 10月1日上午 美军先前队打着盟军的旗号 向我方提出会见烟台军政当局的要求 时任中共交通区委外事特派员兼烟台市代市长的于古英 带着翻译杨英乔赶往码头 与美军先前队的司令官赛特尔进行谈判 在此之前我军就已经得知美军在烟台登陆的打算 而延安方面也就此向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询问 并表示该地为我军占领 已无敌人 请其不要登陆 免干涉内政之前 并且延安方面也指示 如美军登陆之事发生 我军应表示坚决拒绝 建筑公式实行抵抗 于古英在9月27日来到烟台之后 便开始研究分析美军可能采取的手段 在码头见到美军舰艇之后 于古英与翻译等人登上了美军的舰艇 与赛特尔进行会谈 但在会谈上 赛特尔只字不提 美军在烟台登陆一事 于是在我方阐明了拒绝美军登陆的严正立场之后 双方的第一次会谈就此结束 11月2日 赛特尔带着他的副官以及美国记者登案访问 这次赛特尔提出要查看美国侨民在烟台的财产 并请求允许美军舰上的士兵到烟台港口外的空同岛上休息 以缓解海上寂寞 对于美方提出的这几个条件 我方予以同意 赛特尔以及一众美国记者踏上烟台的土地之后 于古英等人进行了热情的接待 但在美方代表调查所谓的美桥财产时 却多次想硬闯我军交通炮台的军事区 随着一次次得寸进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赛特尔等人也逐渐失去了耐心 暴露出来他们阴险仇恶的嘴脸 在美国舰队到来之后 美国空军的大编队和海军飞机 多次在五方军事禁区上空盘旋侦察 面对来者不战的美军 10月3日交通区党委和交通军区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下 成立了由烟台党政军民组成的反对美舰登陆的统一行动委员会 由仲西东任统一行动委员会书记 仲西东既懂军事又懂政治 早在1943年时就担任交通军区第一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 全面负起党政军的领导责任 由他担任委员会的一把手 预示着五方对美方的基础 以由外交为主转为了军事外交斗争准备为主 与此同时美军也开始增派兵力 10月4日凌晨天刚亮 烟台附近海面突然又增加了两艘美舰 其中一艘是巴尔贝海军中将率领的舰艇 这说明美军不仅增加了兵力 而且还将行动提高了级别 由于实力的增加 美军也不再掩饰自己的意图 10月4日上午 塞特尔等人来到烟台外事办公厅 趾高气昂地送来了一份 自称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 金盖德上将的电令 内容是 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在烟台登陆 要求巴陆军以及烟台政府 一撤离烟台 二撤出沿海射方攻势 及迁移所放置的水雷 三将烟台移交美方接管 美国的无理要求当即遭到了我方的回决 而为了应对美军可能发生的强行登陆 八路军炮兵部队被调往岸边 一排排大炮摆放在岸口 直对着不远处美军的舰队 同时只是码头上的预备部队严加警戒 对于登陆来访的人员 只准许美军的司令官和少数随从上岸 且一律不准携带武器 其余人必须留在小艇上 原本表现出高傲姿态的美军 见到我方如此强硬的回应 哪里还敢再像之前那样傲气 不得不低下头与我方谈判 此时国共之间还没有爆发战争 美国也在其中充当着调停人的角色 因此统一行动委员会在经过商量后 同意与美军进行谈判 谈判刚开始 巴尔贝便指责我军将炮口对准美国军舰 并声称这是军事威胁 是要挑起战争 仲西东马上回应了巴尔贝的指责 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火炮的射程 能达几千公里 我军的火炮都是些常规武器 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炮弹从亚洲发射到美洲去 使贵方远射重阳 把军舰开到我方的领海 还开到了我军火炮射程之内 一番话语 令美方代表哑口无言 巴尔贝又表示 中共接收烟台 没有得到中国战区最高军事首长蒋介石的允许 如果美军登陆烟台 可以延缓蒋介石派兵来此 缓和矛盾 对此 仲西东义正言辞地表示 美国的要求是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如果美军要强行登陆 我方将视为公然侵犯 一切后果 需由美军全部负责 双方的谈判不欢而散 而在仲西东在谈判桌前 距离力争的时候 延安方面也在密切地关注着烟台事件的进展 10月6日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 受毛主席和朱老总的委托 向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发表声明 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 坚决反对美军登陆烟台的严正立场 同一天 中共中央给中共山东分局连续发出两个指示 指出我方应坚决拒绝美军在烟台登陆 如美军强行登陆 则向全世界揭露其无理干涉中国内政的丑恶行为 并且指出 只有我军采取强硬态度 并在全世界引起舆论风波之后 才能压制美军的无理干涉 为此 我军在美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加强了防御攻势 同时为了向美军拖鸦 我军部署在岸边的炮兵部队 还在美军停泊的海域附近 多次进行射击演习 以震慑美军 同时 烟台民众也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游行 高喊反对美军干涉中国内政 侵略者滚回去等口号 这些举动无不给美军以极大压力 10月7日 码头的预备部队报告称 巴尔贝 塞特尔等人乘坐着小艇抵达码头 说是要来辞行 请示是否准许其登陆 我方人员回复准许 巴尔贝等人于是来到了外事办公厅 见到了仲西东和于古英等人 巴尔贝向仲西东表示 根据我的有力建议 金盖德上将已经批准不必在此登陆 特来辞行 但塞特尔少将和他的分前队仍留此地 以作友好联络 10月10日 美军正式发表声明称 美军将不在中国共产党所占领的烟台登陆 因该港已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控制 烟台港已设有警察 秩序良好 该地已无日军战俘和美国侨民 美军登陆已经没有任何军事理由 10月17日 美国军舰全部撤离烟台海域 这标志着烟台是党政军民 与美军展开的军事外交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美国人在烟台低下了他的头 但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对烟台的觊规 1947年8月15日 国民党空军派出一架轰炸机对烟台进行空袭 这是烟台第一次遭遇空袭 造成了多名群种伤亡 1947年9月底 根据消灭敌人有声力量的战略方针 烟台市党政军机关有计划地撤离了烟台市区 转入附近农村坚持斗争 10月1日国民党军整编第25师占领烟台 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地占领了烟台 但他却失去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民心 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点赞评论关注支持一下吧 咱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